就是想请教一下,昨天说有七家医院可以提供市民朋友免费的PCR 那我们想知道就是他每一家医院有限额,还是有每一天有数量,还是总额有限制 从今天开始,包括台北市的联合医院的五大院区 还有万方医院,还有关注医院,他们都采取预约制 也就是可以到他们医院的网站,那我们联合医院也有网站,都会知道大家有预约 一个院区每一个时段大概是160人,一个时段就是早上8点到12点,下午2点到6点 那用预约的方式,那一天一个医院最少会提供320个女人 那一个礼拜七天大概会至少每一天,七加医药院所的话,每一天大概是2000多人 这个不含我们其他的专案,比如说如果特别的市场需要像上次南南市场,永乐市场 我们会另外再拉专案到我们的筛检站 那这个部分是一般民众都可以预约的,所以不限跑的是你 那只要你认为说你在你有预约的话,这些就是比照我们的和平跟中心原来的快筛站一样 不过现在因为PCR速度很快,所以我们全部都紧就不需要 所以方便大家可以用预约的方式,就不用去排队,也不用像快筛,快筛会比较慢的原因是快筛需要等 所以你会发现快筛站的部分它的时间排队比较长,因为它会必须要跟现场等快筛的结果 那PCR的话就是验完就走,所以你会发现最近几个大型的筛检用PCR是反而比较快,因为它验完就离开 那等到结果出来再去做后续的处理,所以接下去我们会在各个院区都先以PCR来做,那如果特殊状况的才会用一些专案来做 那这个部分我们各个社区,包括里长还有市场,他们有有疑虑的话,我们会用专案来处理,所以这个量能是分开的 那可以问一下,因为你目前每做一个PCR,是否需要付出多少钱,因为市长说要用灶害准备,我们现在做,金额的部分 这是,这是一个疫灾,我们会用我们的灾准机,如果不够也会向医会证据一下 对啊,有预计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吗? 我们先看疫情的状况,那原则上我们先开办,开办看如果疫情整个舒缓的话,其实就要做一些调整 但是现在的确是,比较多不明原因的还是有,所以我们把它当成比较重要的来想说,怎么样让可能不明原因的人会尽量的找出来 这个筛检的部分我想,市民现在也都很提高警觉 我觉得这个部分,像昨天,我们的筛检站起过很多民进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谢谢大家,谢谢 昨天那个筛检站,不好意思,有没有贴着办公室,觉得那声音太棒了? 就是昨天那个拘检者应该是说他入境之后他所填写的资料 然后因为他在海关的登记资料是写台中,台中就把他安排到我们的杨明山解义所 那可是他上面居家基地的地址又写说是在台北市的同一大饭店的防疫旅馆 所以变成是我们民政系统去防疫旅馆去关怀的时候找不到这个人 那电话可能就不通,所以找了好几次,那只好请警政协讯 那应该还是从海关到登陆到安排到检疫所,他又没有取消他原来在据检上面写的那个地址 所以造成我们民政系统还是根据原来的地址去查,那也是发出了相关的新闻稿之后 那检疫所联络,我想这个还是一个联络上跟住地上的问题 这个还是需要大家多多的沟通,还有那个如果他真的安排到检疫所 可能就要去通报当地的那个地方政府的居家检疫的管理单位的民政系统才行 好,谢谢